所以今天宗教的时候 我们把教学放弃了 都就搞祈祷 祈祷你说有效 这个灾难呢 我们一祈祷灾难没有了 人家骂你 根本就没有灾难 你们胡说八道 你无法争辩嘛 我们知道有效果 但人家不相信嘛 你拿不出证据出来吧 所以还是要恢复教育 所以我们最后结论 每一个宗教都要恢复教育 宗教这个教育叫什么呢 现在全世界的教育 从幼儿园到研究所 没有伦理的教育 没有道德的教育 没有因果的教育 没有宗教的教育 我们宗教教育 把这些过程补进去 补他们的不足 那你对社会就要贡献了 特别是 要用中国词汇来解释宗教 这是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接受了 中国词汇 这宗是什么意思 宗有三个意思 你们查字典能查得到 第一个意思 主要的 第二个意思 重要的 第三个意思 是遵从的 教也有三个意思 教育 教学 教化 宗教联起来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遵从的教化 这意思好不好 大家都赞成 用中国词汇来介绍宗教 那我们要真正做到 重要的这个教育是什么 能理到的 做人的教育 你今天这个学校 毕业的 他会做事 他不会做人 所以企业家 大的公司 这个工厂 需要人才 会做事 的以后 不会做人 他不要 不敢用 所以我就提倡 宗教今天 做什么教育 补缺的教育 这缺什么 缺德吗 在补这个吗 这对社会 就有贡献 这个就不再走迷信 当然 现在这个 这个祈祷 这一类的时候 也不能完全废止 完全废止 他有困难 作为附带的 主要要教育 要教学 把经典里面 特别是关于 能理到的英国 普世的教育 要把人 叫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